是啊 我告诉你你快被人叫Uncle Jason 你已经没有年轻这种魔法了 我们都很久没为大家介绍品牌了 今次想跟大家介绍一个很年轻的品牌 品牌名叫做Todo Jason 你知不知道Todo是怎样来历的呢? Todo其实是由三位年轻的女士去创办出来的 这个创办的时候就在2016年的夏天 2016年真的很年轻 大概七年左右 我们也有直接去问这个品牌的创办人 你们品牌的创办理念 原来Todo这个名字不是完全是英文 它是来自葡萄牙西班牙 即是葡文和西班牙文 讲到外语不如你介绍多些 Todo这个字是怎样解释 其实这个字在西班牙文和葡文 它应该读作Todo 就有全部和无限的意思 完全是无界限的去创作 和把他认为最好的东西都可以给他的用 我觉得很有意思 当然作为香港人 我很少会读Todo 我们都是读Todo 还有我们香港人最记得的 就是一个叫做List 叫做Todo List 如果你能够将每一天的Todo List 查查查查 其实你是人生大成就 当我第一次接触这个品牌 我就觉得真的很好 Todo有座言起行的意思 就是Hit the road Hit the road 如果你有去旅行 你应该听过就是什么 我们拍一拍地下 我们就走了 其实这个品牌和旅行很有意思 他们创办的时候 原来这三个女孩 是很喜欢去旅行的 周游列国 世界各地的地方 他们去看 原来他们都有一个很大的理念 他们第一次设计的型号 叫做什么呢 Jason 就是我手上这个富士山 和我手上这个瓶 关于这个型号 我们稍后再和大家介绍 原来他们最初设计 这两个型号的时候 是想什么呢 不如我们想一些明星古迹 地方 他们就去富士山 不如将富士山的概念 放在Oakalini 然后再看到 原来世界上有一种银鱼 它们的声波是52Hz 他们又将这个概念 放在他们的设计上面 然后慢慢一枝一枝 一个型号的设计 他们就串联成一个故事 他们会称呼 有玩todoo的player 叫做todua 原来他们就是一群todua 背着Oakalini 周游列国 由富士山沿途去 穿越太平洋 又去过尼罗河 最后就找到52Hz的瓶 在旅途上 他们又去了Hawaii 也会见到扶桑花的女孩子 慢慢有一种戀爱故事 也有520系列 所以他们在设计不同的Oakalini 都有很多故事性 你可以想到这三个女孩子 多么可爱 以及将他们的日常生活 或旅行上的东西 放在他们的品牌上 除了他们的旅行系列之外 这几位女孩子 他们整个群人 就不是只有三个 他们有三十多人 你知道他们的平均年龄多少岁吗 这个我不太知道 他们的平均年龄 真的非常年轻 只有24岁 那就是比我更年轻 是啊 我告诉他 你快被人要做Uncle Jason 你已经没有了年轻这种magic 说笑而已 Uncle有Uncle的可爱 年轻人一定有些优性之处 就是他们很舍得去听我们零售商 或者用家的意见 所以他们不断改良 待会我和Jason 就会仔细告诉你们 他们有什么好 另外就是他们对于设计方面 都很有心得 他们很多时候不同的型号 他们都会请一些设计师去设计 这个就是我们喜爱这个品牌的其中一个原因 因为你看到设计很有心思 例如ToDo每一支 来到的时候 我们TUS都会帮他们做一些设计 为什么呢 都说过因为这个品牌挺年轻 其实他们都会很努力地 尝试做一些很好手感的制作 其实我们跟他们 就会好像是互相去学习 他们有一些都起出网外的收息 但来到香港 我们都会有我们的意见 所以每一支在香港 TUS买到的ToDo 和你在外面房间买的很不同 我们会帮他们收下枕 上枕之余 在沿线方面 其实我们都会有一些心得 他们给的沿线 拉力会相对低一点 但如果我们觉得 可以完全发挥到支琴的声音 我们会帮他们换回一些 可能中至高张力的沿线 出来的效果都不错 那Jason 不如事不宜迟 你可不可以为我们介绍一下 你手上的这支富士山 我手上这支富士山系列 它是一个免单的桃花心木 它有concert和tenner的版本 第一样吸引我的东西 就是它这个下枕 它这个下枕有一个山的形状 而且它是用上两种不同的木材 它非常之有诚意 另外你会看到它这个音红 都会有一个背壳的一圈在那裡 有些花圈很精致 那为什么我们都觉得它很有诚意呢 它给了一个免单我们 还有一个这么漂亮的琴桥 有两种木材去凋处成 说的都是几百元港币 其实真的很难得 另外就是我们再细心看一下 它的纸板上面的铜条 每一条都做了一个源头的打磨 原来铜条放在木材上面 木材只要处理得不好 濕度或者温度变化不同 那铜条就会凸出来 如果没有做过这些源头的打磨 你发现这支琴皮很久没有用 或者没有保养过 铜条就会刮手 但是Todo的这些新型号 是完全不会刮的 你自己觉得很舒服 好了 除了富士山 或者我跟你交换 你又介绍一下 这支很有趣 这支应该是 你看了上去都觉得很喜欢 这个就是52Hz银鱼系列 它是一个双丝木的全单版的奥克里 它的设计也很特别 你会见到它有一个银鱼的下枕 一样都是用上两种不同的木材 另外你会见到它的纸板上面 有些星星的点 这些点其实都是一个木材 双了进去 在音控这里 你会见到有弯月和星星 用上这个白背 非常漂亮 这个设计的整体就好像带出一个故事 这个银鱼在大海游 接着这个月亮和星星就照着大海 是的 真的很漂亮 你看到 你知道它花了很多心思 也是找了一些设计者去想过 也是我这么久以来见过 一个这么入门系列的琴 设计最有诚意的一个系列 当然来到我们的店铺 除了我赚它的设计好之外 我们也会做得更加多的东西 我们一定要在专业的角度去帮它看 来到我们会帮它修飾很多 我们所谓的action的高低 另外沿线方面 我们也会另外提出 我们的消费者 可能会再配一些其他沿线 会更加发挥到它的功效 在这方面 我们也跟其他店有些不同 亦都是保持着和ToDo一直的沟通 希望它们在未来的系列上 也会在沿线上有些提升 好了 Jason 其实这里还有几枝 我想选一枝再跟大家分享 就是这枝520系列的Love 或者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这里有很多雷射的雕刻 不是图案 完全是文字 我再细心问他们那几个老板 原来他们一直周游列角 已经有个想法 就是我要做一枝和旅行很有关系 和充满爱意的奥克力 譬如去到韩国 他在街上找一个韩国人 你可不可以写给我看 I love you 即是我爱你 是怎样写的 然后把他们写的笔织 印下去 用雷射钾刻印到琴上 这里有不同的 我喜欢你 又是外语 等一下又要你介绍一下给大家 也有些人很有趣的 写了我爱你之后 就画了个心 所以这枝琴是来自世界各地的人 向大家表示的爱意 所以这个系列 就直接叫做520 Jason 这是什么木材 这个是免质的单板 双丝木的奥克力 木材又再贵一点 亦都是再漂亮一点 做工又好一点 除了这个特色 还有什么特色呢 这个呢 它是一个long neck的Soprano 即是说它是有一个Soprano的筒 但有一个长一点的颈 你玩独咒 玩高把威的时候 都会方便一点 都是一些很细心的设置 因为有些人去旅行 真的不会背着那么大的奥克力 即是10的尺寸 它又不会 不如背着Soprano尺寸 但譬如它是男士 或者初学者 去玩Soprano 又觉得琴格小一点 TODO就特意设计了一个 extension了 闊一点指板的奥克力 给它们 方便它到处背着去旅行 另外这枝 我们就叫做扶桑花女鞋 在这里我就为大家去讲一下 我最喜欢它的设计是什么呢 它的琴边是收了圆边的 即是当我抱着的时候 长期抱着 它也不会令我的手有很多横行 我会拿得很舒服 第二就是 它也有很多识心的设计 另一样东西就是 每一枝来香港的TODO 原先是这样的 它就会附带两个琴带钉 但在TOS的 我们就不会有这两个琴带钉给大家 是我们特别要求TODO 每一枝寄来香港TOS都不加的 为什么呢 琴带钉方面 其实我自己就很有要求的 就算它只是一个入门的琴 我觉得每一个Ukali player 都可以去了解一下 琴带钉 如果你已经预计到自己 会是转抵抵 或者你会经常玩玩玩 到后期会玩高把位 琴带钉的位置就一定要好注意了 通常琴带钉都会这样的 例如这位同学 他已知道自己 是会插Pick Up 会玩得更加高桜 我们会在 kunna装琴带钉的时候 那就会遇到側变 留下空间去打乎Pick Up 有人说既然打乎Pick Up there's a hole 可以给你打带 那为什么还要装钉 其实是很不同的 разум 这不是普通的钉 只是快刷扣 第二就是如果你長期把帶扣在Pickup上 就會形成這些動作 整個Pickup就會鬆了 你就會有雜音 所以如果你玩得更專業的話 我們是不建議你把帶和Pickup放在一起 絕對是需要另外再裝的 第二件事 如果真的要裝琴帶釘 我們就不會裝在琴頸的側面 為什麼呢 當我釘在側面 你放了帶 就會頂住你玩高板位 所以一般我們就會裝在背部位 而這個我們所謂的高跟鞋位 是最不傷琴的 因為這個木是獨立出來的 也不會傷到琴身 在這些方面因為我們都比較有要求 所以我們就跟Tutu談了很久 Tutu都很好 真的有聽到我們的意見 他就為每一支CUS的琴都會獨立處理 來到我們那裏就不會去裝琴帶釘 你們不用擔心在我們那裏買 我們都會為你裝 到時我們會更加細心告訴你 你以為這支琴會玩甚麼 你會不會去做甚麼 如果你說我真的不會裝Pickup 只是一個過門的琴幫我成長的 我們都會幫你釘在中間 另外我們都會幫你釘在旁邊 甚至乎未必會釘 我們會幫你掛在這裏都可以 但當然我們會比較取向就釘在這裏 如果你說不是啊老師 我一買我就買一支琴了 我肯定我會裝Pickup 我們就會幫你釘在質質地 在這個例子上可以顯示到 Tutu真的很肯聽客戶的意見 所以如果你也有買Tutu 你也有意見也不妨反映給我們聽 讓他們可以繼續持續進步 Jason 我現在想你介紹下一支 就是在你身邊旁邊的尼羅河系列 這個尼羅河 它是一個桃花心的甲板烏克里 你會見到它的琴 都會有一些叫埃及古文字的設計 在你的音孔那裏 也有一個好像太陽一樣的形象 如果你在找入門級的琴 由上來的入門級的琴 有多些花紋 一些不同的設計的話 這一支就一支非常好的琴 這支琴是非常划算的 有多划算 這支琴500元港幣有爪 其實500元有爪真的很划算 為什麼呢 我知道你放假在300元又有 400元也有200元的琴 你也買到100元也買到 但是500元不夠的琴 它給你是什麼呢 剛才不厭其繁題的 就是它的銅條 都是做了源頭處理 大家要試想一下 一個初階的人什麼都不懂 其實它最重要是什麼呢 就是彈奏的舒適度 還有它夠響 到後期你不需要擔心 這支琴會浪費了 隨著你的彈奏體驗越來越好 你會再升級 其實這支琴 你也可以捐贈給一些 抵失家庭兒童 我們也會提供到一個中介 我們也可以做這件事 另外你也可以把這支琴 放在你的公司 家裡的支就用一支好一點 所以這支琴 我覺得真的很值得 在初階的同學 去做一個小小的投資 Jason介紹完尼羅河系列 一不離二 二不離三 原來TODO在這幾年 除了主力設計烏克力之外 亦都生產了一些 很適合帶去旅行的樂器 烏克力亦有小巧 原來還有一個樂器很小巧的 就是舞子琴 舞子琴都是圍繞著 剛才Jason介紹的尼羅河系列 有的東西 例如有古文字 有尼羅河 你看到一些水浪 另外代表著身身不適 朝氣 充滿希望的太陽鑽 他的音色都不錯 Jason 你試不試彈給大家聽 好 夠了夠了男神 你再彈 每個女生黏著你 Daisy沒有空了 先給我 TODO除了出烏克力 舞子琴 還有一個新系列 不過我們還未訂得及 就是一些卡翰 不過是旅行系列 都很漂亮 我們TUS 遲些都會訂來香港 亦都歡迎各位有興趣玩卡翰的朋友 即是玩卡翰的朋友 上來試一下 作為TODO香港的合作夥伴 我們這裡的TODO型號是最齊全的 如果你對TODO這個品牌有興趣 記得上來試一下 另外我也想借這個機會 敬重地多謝TODO的老闆 他們對於推動Ukalele活動 一向不為餘力 例如我們在上年12月舉辦了 一個香港很大型的Ukalele音樂活動 Ukalele Carnival 他們都贊助了很多Ukalele給我們 入場的參加者可以作為抽獎的禮物 令到全場的氣氛更加高漲 我就很感謝他們 如果你喜歡這個年輕又很有創業的品牌 記得上來支持我們 Jason 應該去哪裏看琴呢 當然是來Diuklele Store 大家好 我是Diuklele Store的Emily 大家好 我是Diuklele Store的Jason 我們下次見 大家好 我是Diuklele